我曾经有过一只非常巨大的蜘蛛猎人 我也有一只非常巨大的老鼠 快看 这篇文章里写了有很多种不同的恐惧 看起来太假了 无手机恐惧就是一种 会对失去手机而产生恐惧 这还有呢 巧克力恐惧症 说的是人会害怕巧克力 这里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恐惧 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去嘲笑它 我们大家应该努力地去帮助它 说得没错 停下 千万别动 你会踩到它们的 这些都是蘑菇 都是可以吃的 蘑菇是一种很容易养活的植物 它们会自主生长 快看那边 还有更多呢 在那里 那边 在那边 还有好多呢 还有好多好多 它们是什么 金是光滑的 帽子是圆的 你是害怕蘑菇吗 那个 这篇文章里面说 每个人有不同的恐惧 周遥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们欢迎你 周遥 大家好呀 这是我的蘑菇怪吗 这些都是来自蓝森林的蘑菇 今天是薇薇的生日 她很喜欢吃蘑菇馅饼 所以我们决定把它作为礼物来烤 但这是一个惊喜 我们暂时把蘑菇藏在巨石后面 你不来帮忙吗 蘑菇怪 也已经来了 周遥 你太害怕了 你的恐惧对我来说很有营养 我们会把你烤熟 你这个过度生长的打草 烤熟 不可能的 倒是你们水晶的能量 会慢慢流入我的体内 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这里的所有地方都找满了蘑菇 所有仪器 包括你 都将成为我的葫芦 按照我的命令做事情 我该怎么处理它呢 想想看 你的运气不好 遇到了今夜丰富的蘑菇采摘者 你觉得我的激光刀怎么样 多可怕呀 这是一个平板电脑 它可以扫描所有蘑菇 并给出电子食谱 红菇熟可食用蘑菇 适合用于煎炸和腌渍 香菇熟可食用蘑菇 推荐用来制作汤和馅饼 这是蘑菇的电子食谱 也许是为了让周瑶更了解它们 不再害怕 可我还是很害怕它们 这些东西又小又脏 但是我的个子是非常大的 嘿 你是谁 你是谁呀 你做了什么 你把蘑菇都吃完了 那微微的鲜饼怎么办 你只留下两个蘑菇 而且它们非常小 等一下 这些蘑菇看起来很小 它还有着光滑的金 和圆形的帽 而且它们太可爱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不怕了 好耶 现在我不再害怕蘑菇了 来吧 篮子 跟我来 嘿 蘑菇抬斋者 你错过了打败我的机会 死亡杯撞伞菇 不可食用 牛肝菇可食用 适合做鲜饼 怎么 你不怕吗 让我看看你的恐惧 这里的一切都会被蘑菇覆盖 那好极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要更多的牛肝金箍 顺便问一下 你是哪种蘑菇 你无法可服你的恐惧啊 看来我已经成功克服恐惧了 他吃完了整筐蘑菇 现在正困得打盹呢 周瑶 你能帮我烤个馅饼吗 我可以和你分享我的秘密食谱哦 嗯 在青年遭遇 有很多情绪 打败了缺点 这确实很有趣 听我说 我不会放弃 我们要不知所有的勇气 在青年遭遇 快乐再继续 打败了恐惧 努力战胜自信 没有什么可以达到你 只要有时钟 小心自己 肩定自己 心灵守护者 我们坚强善良不再流泪 心灵守护者 只要勇敢就能战时飞翔 充满自信不再孤独 快和我们一起来征服 还在什么 快来吧 威威 我用这个蘑菇馅饼祝你生日快乐 我祝贺你 战胜了你的蘑菇队 是我要谢谢你 要不是想着给你做蘑菇馅饼 我没那么容易战胜它呢 你需要一个人勇敢地去克服恐惧 周遥你不用感到害怕 蘑菇是没有攻击性 不会聚集的 当然啦 它们不会 因为我们现在就会把它们都捡起来的 我有一个很棒的蘑菇馅饼食谱 一会儿做给你们吃哦 我想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蒼天 你去哪儿啊 我有一个漂亮的篮子 啊 哈哈 哎呦 哈哈哈哈 哦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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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哥世界梦幻小党实在很神奇 英雄之间水晶亮起大白大恐惧 我们煎饼天 精灵 亲密的呼出 该走的怪物 梦怪 一起来庆祝 从世界没有恐怖 美好生活我作就 坚定觉醒绝不失误 我们超行无赌 勇气 无双 恐惧 无视 合作 无间 友情 无敌 一起战胜 温柔恐惧 构同执念 内心不安 生活才能无尽